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Ada 中共在4月份否認中國和墨西哥之間 存在非法分泰尼交易 近日墨西哥總統宣布 已獲得證據顯示 含有強後鴉片類藥物 分泰尼的非法貨物 正在由中國走私到墨西哥 墨西哥總統奧夫拉多爾 5月5日向媒體表示 墨西哥海軍幾天前 在該國南部的拉薩羅·帕特納斯港 接獲了一個走私販毒的貨櫃 墨西哥海軍部長拉菲爾·奧克達 提供了進一步的細節 說被接獲的貨櫃裡 裝有600包鹽油樹枝 每包34至35公斤 總重量超過20噸 經檢測確定該貨物裡含有分泰尼和冰毒 奧克達認為 這批問題貨物是由中國青島市出發 途經南韓釜山 最後抵達墨西哥 奧夫拉多爾表示 他將會鄭仲致信給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通告這個消息 再次重申 希望中方能協助打擊芬太尼的非法交易 奧夫拉多爾說 他將會詢問習近平 中國是否可以阻止這些化學物品 離開中國的港口 中國方面聲稱 只是准許用於醫療目的的 受管制化學品 包括分泰尼來講 但從墨西哥執法人員檢測到的情況來看 顯然並非如此 2023年3月22日 奧夫拉多爾在美國兩黨議員的 敦促下致信給習近平 表示由現有的消息體 大量在亞洲生產的分泰尼 被任由出口到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 而這種具有高度成癮性 以及生理破壞性的毒品 它的效力是海洛鷹的50倍 是馬啡的100倍 在很短時間內 就可以引起人體機能紋亂 而導致死亡 因此奧夫拉多爾希望習近平能出於人道主義的原因 幫助控制分泰尼產品對外反運 但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2023年4月6日 回應奧夫拉多爾的請求時候說 中國和墨西哥之間 不存在非法分泰尼反運 毛寧還說 中方沒有收過墨西哥方面 繳獲來自中國的受管控分泰尼原料的通知 毛寧還說 美國的分泰尼濫用問題 根源在於美國本身 奧夫拉多爾4月10日在新聞例會重申 墨西哥境內沒有製造分泰尼 他說墨西哥不生產分泰尼 也不生產分泰尼的原料 如果中共政府說他們不生產分泰尼 那就很有趣了 那是誰生產分泰尼呢? 距離中共否認非法分泰尼反運還不夠30天 墨西哥就宣布獲得證據 實際上 早前墨西哥當局也曾接獲來自中國的分泰尼 2019年8月24日 墨西哥海軍在卡德納斯港接獲了一個來自中國上海的40英呎貨櫃 該貨櫃使用了假貨單 寫明貨櫃裡面的貨物是23,368公斤的無機綠化鈣粉末 無機綠化鈣通常用在運動飲品、飲品、瓶裝水的電解質 以及泡菜的無納調味劑 但是墨西哥有關機構經檢測確定 該貨櫃裡面實際裝的是超過25噸的分泰尼粉末 這些粉末將會運往拉薩羅卡德納斯港以北300英里的 石納羅亞販毒集團基地 美國緝毒局D.E.A.2022年12月發表報告說 只是2毫克的分泰尼劑量就可以致命 而在2022年該局繳獲高達5,060萬顆 毅裝成處方藥的分泰尼藥丸 以及超過1萬磅的分泰尼粉末 這樣足以殺死所有美國人 D.E.A.局長安尼米爾·格倫表示 墨西哥的石納羅亞和哈里科斯兩大販毒集團 對美國的分泰尼危機負有主要責任 而兩個集團泛民的分泰尼 都是使用來自中國的全體化合物 在墨西哥秘密工廠生產的 而奧夫拉多爾就否認墨西哥生產分泰尼 他認為毒販組織是由中國入口分泰尼 不過他在3月份給習近平的信裡也提到 目前分泰尼在美國已經圍禍甚廣 因此多名美國議員都要求墨西哥加重打擊該國的販毒組織 奧夫拉多爾在信裡指出 這些美國議員甚至表示 如果墨西哥不採取制止行動 他們將會在美國國會發起議案 建議給美國武裝部隊進入墨西哥清除販毒集團 2022年11月 DEA提醒美國民眾 美國範圍內因為服用偽裝成儲方藥的分泰尼的致命率 正在急速上升 該國在2022年進行的實驗室測試顯示 有六成偽裝成儲方藥的分泰尼含量特導致命劑量 而在2021年該比例是四成 DEA表示 2022年該局緝獲的偽裝成儲方藥的分泰尼製品數量 是2021年的兩倍多 當局還緝獲了大約13萬磅的冰毒 超過4,300磅的海洛嬰 以及超過44萬磅的可卡因 美國加州南區檢察官蘭迪羅格斯曼 在2022年8月表示 10年前他們甚至不知道分泰尼 現在已經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危機 他說加州南區緝獲的分泰尼 以及分泰尼的相關死亡人數 已經是前所未見 根據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CBP的數據 由2019年至2021年財政年度內 處於美國邊境的加州聖地亞哥口岸 緝獲的分泰尼數量增加了三倍多 據當地法醫辦公室的數據 由2016年至2021年 聖地亞哥縣與分泰尼相關的死亡人數 由33人增至817人 增加了接近24倍 在旁邊的帝國縣 分泰尼的測獲量在三年之間增加了2.7倍 據美國司法部公布的數據 由2021年8月到2022年8月期間 美國有107,735人死於藥物過量 其中三分之二的死者 涉及合成鴉片類藥物主要是分泰尼 2019年至2021年期間 美國因服用過量藥物而致命的案例 增加大約94% 估計每天有196名美國人死於分泰尼中毒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至本台英文部記者 張苑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各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點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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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